今天许多陆媒与海外媒体报导 中共元老前中央常委乔石因病去世 享年91岁 乔石一直都被视为牵制前党魁江泽民的关键人士 曾经在多种场合批评江泽民 最后被江逼退 在1999年之前 以乔石为首的退休中共高层 曾经对法轮功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 得出法轮功与国愚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并在年底向政治局提交报告 然而江泽民还是执意的发起 对百姓长达16年的血腥迫害 现在正在面临海内外控诉大潮